推展電子競技與國際接軌 事實上電子競技相當適合台灣發展 七 結論 AI浪潮已經襲檢全球 我們的教育也需要全面的檢討 不要讓政治的意識形態干擾教育 不要讓錯誤的108課綱 減弱我們的小朋友在未來的國際競爭力 不要讓升學制度 減少了弱勢兒童將來出頭的機會 我們要強調高等教育 有計畫地培養高科技人才 因為台灣少子化 不會再有人口紅利了 因此我們必須轉向人才紅利 每個人更好的教育 讓他發揮更大的功能 我將帶領台灣在AI浪潮上站穩腳步 讓體育教育來增強國力 接軌國際